炖牛肉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一招 炖出来的牛肉软来入味 不行也不柴 而且非常的好吃下饭 首先把牛肉切成小块 准备一盆清水 加入半勺食盐 搅匀化开 把牛肉放淡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 泡过淡盐水的牛肉会变得很软 这样更容易熟 而且牛肉的口感会更好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已经泡好了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血水 然后再用流断的清水冲洗干净 接着把牛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葱姜和料酒 很多人焯水的时候都是水开了再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的话 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 里面的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炖出来的牛肉就会非常的腥 所以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我们看一下煮出了很多的血沫 把煮出的血沫用勺子撇出去 焯水后捞出冲洗干净 起锅烧油下葱姜炒香 然后倒入牛肉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做黄焖鸡黄焖排骨黄焖猪鸡 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翻炒均匀后加入适量的开水 然后大火煮开 然后全部倒入到砂锅里面 盖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再加入一点土豆 再盖盖继续炖20分钟 时间到了再放上一点青红椒 美味鸡成 香喷喷的黄焖牛肉就做好了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软了又入味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开胃油下饭真的太好吃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